他讲的重点是对于这次审查的版本 除了我们主席召集人的召委员的版本以外 所有的委员对于儿召或是幼儿召 其实谈的都是零到十二岁 那是这个法最核心的重点和价值和意义在这儿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能不能在这次程序里面 就零到十二岁这个前提确认的状况里面 我们对于所有的版本进行这个审查 而召委员的二到六岁这个看法 能不能不要在里面讨论 我想可能重点是在这里 这个是程序上做一个讨论 谢谢